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第九讲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 耶稣传道的预备 我们要攻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 如果您手上有圣经的话 也不妨打开 好 那我们也养成阅读圣经的好习惯 那这段经文由我来攻读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间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 往加摆龙去 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福他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西布伦地拿福他利亚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 照着他们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 使我们看到这时候的耶稣 他进了诸般的义 他去了约旦河边 犹太的旷野那边 受了约翰的喜 在上次我们的信息当中 我们讲到 耶稣基本上不要受喜的 因为对他来讲 他是道成肉身完全的人 但他没有犯罪 而且当时施洗约翰的喜 基本上是要做一个宗教的改革 因为原本的犹太人 出生的时候受了割离 基本上不用洗礼的 但是约翰要凸显一件事 就是罪的问题 不会因为你出生的身份 或者你是犹太选民 就不需要认罪悔改 所以施洗约翰就到了当时约苏亚 约旦河登岸的地方 在那里传起悔改的道 要百姓来受喜 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 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所以这时候耶稣出来传道之前 他也到了约旦河边 要受约翰的喜 一方面是敬诸般的义 一方面也是要见证这位耶稣 就是他的开路先锋 是他出来传道的预备者 所以当约翰看见了耶稣 约翰就向世人宣告说 看哪 这就是上帝预备的羔羊 要除去世人罪灭的那一位 这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位上帝预备的羔羊 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清楚的知道 是要为献祭而摆上的 是为了人的除罪而摆上的 所以约翰说 那位看哪 上帝预备的羔羊 指的就是耶稣要为人的罪来受难 成为一个预言的宣告 而且讲到要除去世人罪灭的那一位 讲到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 那当时耶稣也玄计 禁食四十昼夜 得胜了撒旦最猛烈 而且针对人性弱点的试探 那我们看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 是圣灵引导耶稣到了旷野 受撒旦的试探 不是说有合作关系 不是的 对撒旦来讲是试探 但对上帝而言却是一个生命造就 试炼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那时候的耶稣即将出来正式的传道 而当时的大环境是充满险峻的 所以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忘了当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就被追杀 他不是为政治不是为军事而来 但是他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小的政治受难者 所以他一出生就逃难逃到了埃及 我们就看到二者就有这样非常猛烈的一个动作 要来追杀耶稣的 所以这时候撒旦的试探 耶稣也一一的胜过 当耶稣正式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在十二节我们看到 他听到约翰下奸 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 那在那个背景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 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在关系上面 他也是耶稣的表哥 大耶稣半年 因为当时玛利亚跟施洗约翰的妈妈 他听到怀孕了 所以特别去看他 这个中间大概差了半年的时间 那施洗约翰 他的父亲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师的 而也是在他服侍的时候 上帝透过天使的显现 告诉撒加利亚 他要得一个孩子 就是施洗约翰 但施洗约翰出生之后 并没有接续他父亲 在圣殿里担任祭师的职份 反而跑到了约旦河边的旷野 来传悔改的道 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 让宗教人士来看 是一个悖逆的一个行为 你是祭师的后裔 怎么没有在圣殿里面继续侍奉呢 反而到了旷野 传悔改的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圣殿里的侍奉 被你所轻看吗 被你所藐视吗 但是我们却知道 施洗约翰到旷野传道 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对当时宗教人士来讲 好像是得罪了他们 但却看到神的心意 因为当时的圣殿 虽然杀牛仔羊 但是里面完全没有尽钱的正义 而且当时的宗教领袖 跟一些贩卖这些献祭深处的 这些商贪家 居然也变成牟利的一种关系 所以上帝是厌恶这样的事 也像在最后 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最后的圣殿的捷径 耶稣也说 你们把神的家 看得好像是贼窝了 神的家应该是万民祷告的店 所以当时上帝透过施洗约翰 拣选他 到了旷野的约旦河边 传悔改的道 是得罪了圣殿当局的领袖 但约翰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 他就勇往的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呼召 那也因为约翰是用自己的行动 否定了圣殿里面的献祭仪式 因为他知道 这不能带出真正生命的改变 所以他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 来让犹太百姓用洗礼 来表现出自己的认罪悔改 这可以说约翰就正式与犹太教决裂 他做了一个宗教革命的行动 因为在当时只有外邦人 皈依犹太教的时候 他才要有所谓的受洗 而约翰却要求百姓来受洗 这个是对当时的宗教的这些领袖们 是一种一种忤逆的 悖逆的一种行动 所以当这位先知 起来指责西律王的时候 这些宗教领袖 宗教当局 怎么会去救他呢 虽然也知道约翰的正直 虽然他们也知道西律王的确犯了罪 而施洗约翰的指责也是完全的正确 但是因为他们对施洗约翰的一些作为 反而使他们近身不语 这时候约翰就被吓在监牢里面 但也没有改变耶稣出来 传福音传道的决心 耶稣反而更肯定 这是上帝的呼召 以及行动的开始 在人来看 遇到的挫折难处 人应该在理性上 他很合常理的 他应该会有点退却才对 但是当约翰受难的时候 被抓的时候下在监里 反而耶稣更清楚的知道 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神所带领的行动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十三节 也是第二段的开始 耶稣就在加利利 他是退到加利利 并且住在加百龙 靠海的那个地方 也是在西部伦和拿福他利的边界上 那耶稣这时候所谓退到加利利 他不是逃难 他不是避风头 他是知道在那个地方 是他福音宣扬的开始 我也相信在这段时间 耶稣有非常深的祷告 他知道施洗约翰 一个不乐观的处境 极可能就要殉道 他也知道犹太宗教当局 不会搭救约翰 更也会将来对耶稣出来 传福音时候的阻挡跟敌对 他在安静的时候 他知道他未来的道路 所面对的难处 面对的这些阻挡 那耶稣知道罗马政权 未来也会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毁谤下 对他的定卷 以及要置他于死 这种罪名 那甚至百姓也在不明了 他弥赛亚的使命 并不是为了政治与金事上的目的 要来推翻罗马帝国 因为在当时百姓一直有一个观念 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是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的 因为他们亡国了 他们想到的是他们的祖先 大魏王朝时代的荣耀 想到的是所罗门王朝的荣耀 所以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 虽然他们都读圣经 但是每次读 就将自己的意识读进去 而不是非常客观的 来读上帝透过先知 所传讲的这些预言里面的实质争议 是讲的这位救人灵魂 救人与死亡重生得救 耶稣宣告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并不是地上的王权 但当时百姓不知道 这弥赛亚的使命 他们期待的是 能够恢复他们国家荣耀的那位 错误的弥赛亚观的认知 所以耶稣的受难 几乎也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就有一个隐忧的存在 所以在施洗约翰 给耶稣进诸般的义的洗礼当中 也就清楚的说明到 看哪那羔羊 是要为人流血的 所以神的羔羊 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 所以已经预言到 耶稣一生的使命 一生的道路 耶稣出来 他传扬的是悔改的道 但至终却在百姓的愤怒当中 被要求罗马政府来定耶稣死罪 因为当时罗马政府是尊重 犹太宗教当局的一个决策 虽然不能自己执行使刑 但是基本上罗马政权 不会太多的介入 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恨耶稣入谷啊 就是要置耶稣于死地啊 就抓着 犹太人的王的扩大 无限上纲的解释 要把耶稣定为 这个叛乱分子的头啊 是要来推翻罗马政权的啊 所以呢 好像犹太人的王 这样的一个罪名 就在罗马帝国 好像就被认定 所以他被制使的时候 他的上面的牌子 就是写的犹太人的王 是这样子的一个 被莫须有的一个政治的罪名 所呜陷 好 那耶稣当然知道他的道路 他被误会 被人误解 但是他无怨无悔 他知道他传的是福音 他传的是救人灵魂的道 是要人悔改信耶稣的 那他无怨无悔的 走着这条路 他就在加利利这个地方 预备好的这一切 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跟道路开展的一个出发点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段 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以赛亚预言的应验 我们读到旧约的预言 不单单是带出当世代人 对弥赛亚的盼望期待 也是带出耶稣基督身份的印证 因为在当时 由于犹太人来讲 都期待这位弥赛亚的降临 耶稣来了 他是真实的弥赛亚 耶稣自己也透过这些旧约先知预言的宣告 证明了自己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 我相信当以赛亚从上帝得到这末世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 以赛亚心中可能也有许多的迷惑 他理性不了解 他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但这是出于神的旨意 出于神的特别启示 所以我也深信 在这不解的同时 以赛亚的心是何等的喜乐 因为上帝透过他 告知了弥赛亚的必要来临 他早于这些犹太百姓 更早知道上帝预备了弥赛亚 他来的时候的一些征兆 所以这不单单是针对犹太选民 当时连加利利等外邦地区 我们看到都有大光的照耀 可见弥赛亚的降临是关乎万民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庆幸 如果弥赛亚只是针对犹太选民 跟我们华人有什么关系呢 跟非犹太人的外邦族群 国家地区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们却看到上帝的救恩 是关乎万民的 不单单是犹太选民 只是神通过犹太选民 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耶稣基督是在犹太人当中 道成肉身 但这救恩却是关乎万民的 没有一个弱势的族群 没有一个不被人知的小地方 是可以被忽略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出身 他最早不是向这些宗教领袖 来报告耶稣降生了 我们看到是针对当时最卑微 没有色谓地位的牧羊人 来宣告的 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降生 也透过外邦的这些博士 来透过一颗心的寻找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 是也针对最需要 最卑微 灵力 最渴望的一群人 告知弥赛亚的降临 也针对外邦族群的告知 所以弥赛亚他是关乎万民的 不是单单针对犹太选民的 虽然耶稣时代的环境是险峻的 但都是在上帝的预备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既然天父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应该会选一个非常适合的环境吧 为什么不在大卫王朝呢 不在所罗门王朝呢 却选在犹太王国之后 是罗马帝国霸权的时代 而且耶稣的出生 也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几乎都在医院里 或早年是在家里面 但耶稣的出生 却是在马朝里面 难道上帝的预备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 我们在在证明 耶稣就以最不为人所期待的那种方式 道成肉身 当时的宗教与政治生态 对耶稣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但耶稣知道他就是为此而来 而且得胜有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面对人生险峻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 是逃避 退缩 抱怨 还是积极 乐观 进取 让耶稣他的一生 在地上的行走 成为我们极美的见证与榜样 所以当时以赛亚的预言 就应验了这位耶稣 就是要来的基督 就是弥赛亚 基督是犹太 是希腊化的说法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说法 翻成中文 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 也让我们思想 我们在逆境当中 上帝的招命是最好的印证 呼召的招 命令的命 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 都有上帝生命拣选的招命所在 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那我们是为主的这个选招 而献上一生 所以也让我们祷告 让我们活出 天父在我们生命中的招命 就像耶稣当时道成肉身一样 就是为了我们这群该死的罪人 他上了十字架 吞吃了死亡 使我们罪得赦免 从生得救 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荣耀至圣的父神 谢谢你 因着你的旨意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这群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 他道成肉身的招命 成为我们从生的确据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献上感恩 也从耶稣出生的逆境当中 我们也学会交托 仰望 知道主权在你 主你也是历史的主 我们就完全的尾身 凭信心前往 这样子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您 现在我们下期见 现在我们下期见 祿签第二天 祝多福安 请你一期见 祝多福安 今天的视频 有些报告 甚至您 感谢观看